好!那我們就把它 中開取下來 試試看 哇!裡面整個都白的耶 哇!這卡士達醬太多了這個 一般的話順紋也OK跟著走對不對 但是你把它轉過來 就變成逆紋了 真的蚵辣 蚵辣味道的魚 來來來來,你們吃吃看 軟骨 喔!那皮對 很讚喔 很像那個 上次軟骨 難怪每位度50顆星耶 好吃 好吃 哇! 哇! 究極食材 哇!等一下!你看! 我的眼來了耶 對不對!好吃對不對! 美味就... 喔!幹! 來!這時候 我們要進入一個環節 是我們要吃 看那個油脂的地方 喔!頭喔! 對!頭的油脂 頭流 對!頭流 哇!這個魚就是 很難的有這樣子的可以做吧 重頭戲來 重頭戲來 我一直想要挑戰看 但幫你準備吃 最奇怪的頭流 五星級 它又不會油而不膩 這真的門很奇怪 所以我們還要實驗那個 會不會浮起來 對! 我想... 它那個白色那個地方 我想要試這個事情 好不好 那一杯水來試 那我們就要貼一塊這個 一小塊就夠了 一小塊就夠了 好! 好! 這是下巴啦 下巴我就跟做熱菜看看 好! 那這個部分 我有...前面這邊有鱼骨有沒有 嗯嗯 那我們稍微剪一小塊 那是真皮才能過嗎 是嘛 我就是覺得裡面這一塊 他們說是可以生死 哇!我真的是 這輩子我沒有殺過這個東西 我是想要試 等一下泡完水我先就直接 現在這一塊可以生死 對! 就是說吃這個 就是講這一塊 五顆星的地方就這個 五顆星的地方是說這一塊 夢幻中的美味 美味中的美味 會浮 所以 油是0.8嘛 密度嘛 水的密度是1嘛 證實一下 那跟我們來做 滴血認清 他到底是浮起來了還是 浮起來了喔 而且有油脂 有油脂 所以真的是 好!那我知道這脂肪不錯 我這個脂肪留下 我覺得 要不要烤一下 料理直覺 我想要烤一下 搭配這個 好搭配這個 好搭配鹽水 蝦菌香 鹽水 接下來這個地方比較 我覺得比較難啦 這個這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 軟骨 骨頭的 你摸一下這個 有一個小縫子進去 對對對 多讓 所以我就把 這個骨頭的部分 一個槍式的 對槍式在裡面 對 看能不能把這個地方 特別把它取得出來 純脂肪體的部分 對對 脂肪體的部分 好 取下來 然後這骨頭 等我一下 這骨頭燙一燙應該不錯吧 這骨頭剛才摸起來 粗粗 不是啊應該還有骨邊肉 應該不錯 這感覺熬湯骨肉 我覺得那塊應該相當不錯 骨頭會輸出 骨邊肉 骨邊肉 又烤了 對 烤應該不錯 來 畫面來了 我這個要下刀 把這一塊取下來 這一塊 可以做生死 這樣 這個皮應該也正吧 對 因為料理說 因為都是膠質 對啊 都是膠質 好 那我們就把它 中開 取下來 試試看 口面圖嗎 對啊 好不好 試一下 比較好 比較穩 哇 裡面整個都白的 哇 這卡士達醬太多了 這爆漿的 爆漿濃郁 好 那也就是說 它上面是一層 這是有脂部分 我們將它取下來 來我們來 知道這個都市傳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能夠說變成五顆星 五顆星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很厲害 這個當然我們就是交吃了 取下來 這流星的位置 下刀 下刀是順著它走 所以就整個流星就取下來 沒問題 沒問題 那 等一下我們來品嘗一下 好 好 好 效率要高 我還是讓它把它壓一下 你看油脂都在上面 壓一下 比較好 要給它壓緊 壓緊實這樣子 壓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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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用昆布的壓力 昆布會壓它香味嗎 然後再把它壓緊實一次 人家也是這樣用嗎 沒有 日本人是這樣用嗎 沒有 這是我在想以前我們的那個料理方式 他想要把那個像 日本是直接切 日本是直接生切 但我覺得生切沒有那麼好吃 壓一下讓味道快速進去 要不要比對一下 可以啊 等一下我們先生切看看 比對有沒有壓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吃一個 燙 槍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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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馬把我這樣取下來對不對 其實這魚啊你要知道它的紋路 切剩魚片你才一直 切的時候你才知道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狀況 打一看 紋路走這邊 嗯 逆向 走這樣對不對 一般的話 一般順紋也可以跟著走對不對 但是你把它轉過來 就變成逆紋了 所以剩魚片要選擇逆紋的方向切 還有 我要片錢切的時候啊 用刀尾慢慢的下去 慢慢滑開它 讓它產生最多的那個 最多的空間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魚肉好不好吃 好的 以上 它的那個 王哥牛仔肉 牛仔肉 牛仔肉就是它在騎邊邊下來這塊之後 它這個運動的這個地方 騎邊再過來 對 牛仔肉 好來 再來一個 昆布醃製 神経 我都想試試看啊 因為都是很好吃的地方 那等一下 我利用這個當作環子 好 我們來這邊 好 然後 鍍邊這一塊肉 這一塊 我們一般都是正切嘛 我們用橫切 用片的 要這麼薄嗎 對 要吃這個 這是有點那個呢 有點 碎肉的感覺 魚澀 魚澀的感覺 那魚澀這個的話 它完全沒有筋 我們取下來的時候 魚肉都沒有筋有沒有 筋 筋就跟著化 對 往下烙掉 因為我們想要吃到更幾隻的甜味嘛 好 等一下我們來試試看 水利用刀法 然後繞過那個筋 對 對繞過那個筋有沒有 筋就留在下面 對沒有要切斷它 是把它繞過那個味道 這個 這個是什麼手法 這個啊 這叫那個 我們叫做 銷 行銷法 嗯 銷 銷這個手法啊 就是會在那個 我們想要吃 純粹的肉米的時候 然後 那我直接是取 對 直接取它那個甜味的地方 對 所以是重量 重量 公斤價是一樣的 對 一樣的 這個也是用很多 青花魚 青花魚 其實上有一集 也是很多 薑 用了很多薑泥 青花魚 mom 我覺得這塊 是很有趣的食材 青花魚 青花說得吃了 還是分不到 沒錯 要這樣講也是沒有什麼不對啦 高溫加熱 高溫加熱沒有什麼不對 已經不是微炙燒了 不是要直接把它弄熟的感覺 裡面不會熟 裡面不會熟 因為它的皮超厚 超厚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 搭配這支 對搭配這支 好 放在旁邊這樣 好 烤酷會有點焦薑味好不好 對 我覺得 你不覺得是吃一口 你吃一口就知道透不透了 你不覺得有點硬 是QQ的 有了斷嗎 蚵仔味道的魚 你們吃嗎 真的嗎 也是蚵仔的魚 蚵仔魚 蚵仔魚 蚵仔的味道 來 接下來 我們要面對現實 我們要面對現實 什麼東西可以做 等一下時候會出的事再越好 好 整團喔 整團 整團就硬了啦 整團 會不會吞不下去 我覺得它是整個蚵仔的味道 好香整個蚵仔的味道 如果是炙燒過了 我應該趕 這個生的 有點硬 不會 很軟 我知道你 對 我知道你那個硬 我們知道 我們懂 這要削了 薄薄的好不好 這也在削就對了 薄薄的 我們就當作要試脂肪 這是包魚 包魚片吧 薄薄的好不好 這樣才不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跟人家講說 他不知道這個如果是那個 他們是說這個美味到 很誇張 他們也是切這麼薄嗎 對啊 因為油的關係 對啊 我一下來試試看吧 好不好 可以嗎 我們來試試看 還行嗎 好 來 這都一樣 我覺得加點醬會很香 我調理自覺 okokok 好 來 咱們來試試 這是生切 這是煙火 這是煙油的 煙油的 對 昆布煙油 昆布煙油的方式 昆布煙油的方式 壓得清死 這個油脂整個都 煙炸死了 煙炸死了 吃比較胖的 聽說好吃到很誇張啊 這個就切比較大塊 對啊 煙油了嘛 對啊 欸這你們吃得到耶 吃肉 五星級 一般我都會搭配給客人 對啊 就是剛好每天的食材這樣 濕一下 先把你煙油醬油 現在沒有芥末 有 有 你喜歡芥末我就發現是芥末 有就 有就好 對 現在客製 現在客製的話就是 還是要現在這邊品嘗也可以 直接在這邊比較好 立吞就對了 立吞嘛好不好 芥末要吧 好 我們要挑戰一下 阿坤 我們今天這個試驗是一個很有快樂的 就是我們有這樣的食材可以平常到 那我建議今天的那個可以配的薑 因為就是現在薑 春天的薑 也搭配這個香氣特別好 所以我通常這樣 我會特別的還加在我們的芥末裡面 這樣加芥末 對 有那個生魚片芥末好像就是會加薑 對 就是這樣做法 那 我們一同來品嘗看看好不好 好 我去拿筷子給你們 吃的順序嗎 呃 我建議啦 先從中間的 對中間的開始 就是剛才那個削肉是不是 對削肉 對削肉開始吃 削起來肉開始吃 這個 吃吃看 好 這個啊 削的肉 你要沾點醬油它就會又味出來 試一下喔 削的 沾一點醬油 好不好 配類的味道 嗯 好 慢慢出來 一開始是那個 一開始是薑的味道 薑跟芥末的味道 但是那個 那個配類味道就慢慢的滲出來 嗯嗯嗯 而且會越來越甜 還蠻甘甜的 還蠻甘甜的 很甘甜喔 先這樣先這樣 來 我剛剛 這一塊 很讚 旗邊 旗下肉 旗下肉 旗邊下來的那顆邊緣肉 也是我們生魚片 最喜歡切的特殊部位 這一塊是嗎 對對對 這次已經刷過醬油了 對對對 刷過醬油了 欸不用沾太多 吃了 我那個口感好像是那個 嗯 牛肉啊 這口感 很特別吧 嗯 不同味道喔 來我要解釋一下 你看這已經第四天第五天了 在日本只有兩天 總共是六天的時間 吃起來像活魚的味道 而且它的尾鏡都帶 蚵仔的味道 然後 它的味道比剛才它的重 更重更重更重 更重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來 先吃炙燒再吃油 炙燒再油 有沒有先來 油最後好了 油最後好了 那先吃炙燒 我跟你講吃起來就脆脆 而且完全像吃鵝啊 軟骨 喔那個皮對 很讚齁 這樣吃軟骨 好 焦腔 它的軟筋的感覺 焦腔因為後面要帶出鵝肉的甜味 它尾鏡都會帶鵝肉的味道 難怪美味肚五十顆心耶 竟然會有鵝肉的味道 而且有點像脆骨這樣的 軟骨 脆軟骨 這跟小吃完全不同 小吃有甜 但大吃有鵝肉的味道 它累積的夠多了 而且味道完全不一樣 相當的好 相當的好 我喜歡吃一個 對這個相當好 你可以再吃一個 我們先 這是鴨的啦 先吃薄的要不要 好先吃薄的 好不好來 我們一起挑戰 味道沒有重 現在就是這個跟這個而已 厚的跟這個 這是什麼 這一樣 壓過的 我們先吃一下比較膩的 對比較膩的 會不會膩完就沒有味道了 不知道耶 再吃就不知道有什麼感覺 這是生的嗎 生的啊 生的油脂耶 這外面沒有人有賣耶 好吃 好吃 哇 究極食材 哇真的好吃耶 看為什麼 真的是芳香的 芳香耶 清甜 好香喔 爽 清爽 我跟你講 身體會反應 真的耶 這不會騙人 我身體會反應 好的食材我身體會反應 我有反應可是不敢給大家看 真的喔 看一下 不過說真的 我身體會反應 不會騙人 我吃了很多食材 只要是好東西我才會這樣 它是真的很清爽的那種油 對對對 喔 你看 我的眼來了耶 對不對 好吃對不對 真不誇張 啊我怎麼沒有 你看 毛比較爽 天生毛 真的我剛剛整天穿起來 欸我也是耶 怎麼那麼扯 好吃的食材味啊 我真的 吃好吃實在你會 會一直發寒啊 很好吃 發寒 真的好吃 差很多嗎 欸我們試試看這個好不好 厚一點的話搞不好 這個你壓 可是你壓油啦 你會壓油 所以味道會更好吃 可是應該壓不了多少 應該壓不了多少 會飄起來 剛才那個有點誇張耶 我看 早上的 一樣啊 一樣的那個 厚當然是 對啊 咬起來比較 後面那個甜很好 可是我覺得真的要保險 因為厚它真的有點那個 油的分量會瞬間 那等一下 它真的需要保險 料理的色調 對對對 這個有燒的嗎沒有 要嗎要來烤一下 試一下 香烤一下 來來來來 因為它太厚 我覺得 可能會有點膩 可能 稍微烤掉 還是說把它 它會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口感啦 口感會不會變呢 來我們都來試一下好不好 吃燒一下 來感受一下 來 來啊 燙 燙燙燙燙 它那個油都保住 就是一塊肥豬油的感覺 就是豬油的感覺 可是也好吃 也是清爽啦 可是感覺那個油味 油感就比較重 有點像那齊邊肉化開的那個油脂 可是它有蚵仔的味道 齊邊肉 嗯 很讚 我覺得魚肉的蚵仔味比較重 很讚齁 魚肉的部分 好吃齁 帶皮還是好吃 這個燒肉 它的膩 它的那個油感 油感又出來了 薄好吃 可是燒肉肉我覺得好膩 很油 對它真的會有那個膩感 可能是那個油會變得比較 油體化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所以要薄嗎 明天開始切薄了 所以不用壓油就薄就好 就客人吃一口架巴一樣 所以日本人這樣做是有他的道理 對沒錯沒錯 他也沒有去壓油 所以我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你還沾油 對啊 來 來試一下試一下 啊這個什麼 也像剛剛製造的 放涼之後 看看是不是比較不會那麼油 應該會更油 我現在才說我覺得 人家講的 就是第二種 對 還五顆星 你看吃掉已經排四顆星而已 你吃掉我吃過 這個就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刺 真的是 很清爽的油 哇 就是 所以現在都會理解 人家講的什麼叫清爽的油 清爽的油 清爽的魚油 我們雖然 雖然最近都比較 大家都比較忙 過完年後很少聚蝦 最近都聚蝦吃的好東西也很好 真的是 大開口界 我說實話 我一直覺得 大開舌界 網路寫真的是虎爛 因為你一直講 我是覺得很虛無飄渺 那到底他們在講什麼啊 我一直講 印證那一顆流裡面的東西 到底好不好吃 你知道 神級的反應 你說什麼清爽的油 他哪有清爽的油 他是說什麼清爽的油 試完之後 然後評價五個 他就是美味 救急的美味 救急的美味 他講的 對啊 油就是油啊 油跟膩油就同一份吃 對 所以我們實際吃到 身體的反應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真的是救急的 那你反應在其他部位 對 不好說 我說實話 剛剛那個蚵仔味道非常大 對 有有有有那個偽進那個 其實我一開始 這個生切的部分 我其實還蠻抗虛的 可是直下去之後 身體 哇這個真的是 照理說你會不 好噁心喔 是怎麼味道 沒有耶 香 然後那個味道 那個油脂 然後就散的出來之後 你又是愛釣魚的人 跟台灣吃這種 有一點魚腥味都不能接受 對啊 而且我出完之後 就整個蛤蠻都立起來了 今天謝謝喔 你們兩個都在最忙的時候啊 特別跑這一趟來 我們來測試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 在台灣目前就是第一次 有這樣的料理的時候 把他 紀錄 對紀錄啦 我們把他紀錄下來 也許在後面的廚師 或後面人 有遇到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知道什麼料理 對啊 甚至那一顆柳原來這麼好吃 對 那可能煮的時候 我覺得就不好吃喔 過兩天喔 那個家人來的時候 我們來試試看其他部位 好嗎 再試試看其他部位 OK今天謝謝阿坤哥阿修 OK 謝謝師傅 很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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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是說好吃 沒信啊 對 啊你們這種 一個是養魚的專家 一個是釣魚專家 吃就很直接的嘛 謝謝師傅 好東西就跟好朋友分享 一定要分享 一定要分享 謝謝 那就跟鏡頭說掰掰囉 OK 好 掰掰 記得訂閱我們大家的頻道 定起來 啊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吃那個有頭看的 流雕的生魚片 已經熟成 一周 對對對 這個是熟成一周的 那當初郭師傅在做的時候 沒有讓我們吃 是因為他 味道不錯 要熟成過 那味道才會出來 他直接吃意義不大 所以就熟成 我們現在來 一周後來試吃 我們再一點醬油 好吃吃看 口感非常的 沒有我不知道 非常的軟Q 可是不會馬上散掉 他是有 嚼勁的 嚼勁喔 非常有嚼勁 他會跟你牙齒做一點小抗衡 可是咬酒就 咬酒就會慢慢散開 蚵仔的味道就會有點出來 尾腱就會一樣 就是帶著蚵仔的味道 等一下是不是吃魚片 再來吃一個 這感覺很像我那時候吃的那個 口感 很像我吃的那個 大木蓮的 那個 生魚片的口感 Q中帶 你看 他那個口感很像 就是他大木蓮 新鮮時候生切的那個 生魚片口感 等一下還有那個 脂肪流的部分 這是那個 流貂 流貂的脂肪 頭部流有沒有 流的脂肪 而且他這個是熟成過的 也是一樣經過一天的熟成 那時候吃是馬上切 好吃啊 清香 可是我現在很好奇 他熟成過後有什麼味道 我就喝一口茶 你來試一下 你來試一下 熟成過後跟那個 當初那個直接吃 流貂不一樣 可能口感上會有差距 不用蘸嗎 不用蘸了 或蘸一點芥末 一點芥末 一點芥末 就是頭流 真味 五星級的 部位 吃完剛剛的反應 我們就順著他 才是要過 我覺得啦 我們就配合他 所以你就不要 等光太大了 我覺得 對啦 當初吃的時候 一直好像脂肪會噴出來 可是現在好像 熟成過後 比較收斂那個脂肪 脂肪 脂肪比較內斂 而且 他回甘耶 會甜味 他有回甘 剛 那一天吃沒有回甘的感覺 甜味一直在這裡 他會開始有回甘的感覺 爆發出來 一直 有油出來 可是一直是清爽的感覺 豬股的感覺 就是類似 我覺得他就有點類似 那個叫做 叫做伊比利豬的東西 就是他那個油脂是 不飽的脂肪 所以那個油脂也是清爽的 就伊比利豬那個口感 那個油的感覺 不會說因為很膩 然後你就 就覺得好像豬油這樣 他就是很清爽的 然後而且 就講他 有收成過 那個甜味 回甘的那個 有甜味的口感 所以真的 不建議馬上切開 馬上吃 反正是 這樣真的很棒 他就是 收成過他那個甜味 甜味會增加 整個咀嚼的那個 有趣度 這樣子 OK 很棒 對 沒有啦 你累很久了 我知道 怎麼樣剛剛那個海膽吃完 再開始吃 整個SAT 有第三 的 油雕第三道料理 那個 油雕 乾油燒 那乾是 神秘的魚種的乾 一種 一種 油彈質量非常高的魚乾 跟那個 油雕的那個 油雕的那個 風烤 這樣才是斜面啊 那你不會再這樣 補起來有這種 然後下面是墊的 下面墊的是那個 芝麻葉 這樣斜切 轉搭 來試試看 好嗎 先搭的芝麻葉試看 雞就不對了嘛 方向對嗎 對啊 那 乾的那個脂肪有逼出來 所以他有一個那個 那個 奶油的香 他沒有加奶油 我是就 因為這個魚油的關係 那個奶油 然後蘿蕉的味道 然後蘿蕉的味道 他因為可以沾上這個 魚乾的油 可以 可以讓芝麻的那個香氣 更提高 然後又有那個芝麻葉 芝麻葉那個芝麻香醋 調幾種香氣 放在一起 聽說口感很棒 他 他無敵吃起來 像軟骨一樣的口感 雞中咬還要這樣 脆 脆脆脆 脆脆感 這個 這個油剛好去沾這個魚肉乾 超讚的耶 超讚對不對 超搭的耶 不然那魚油通常都浪費掉 欸我覺得不要浪費 這魚油的香味 對阿 有時候就是如果你蒸的話 那個魚油就浪費掉 對對 這太多了 龍蝦湯 可以了喔 那兩隻要弄比較多 我可以我可以 我可以喔 我可以喔 一點點啦 不是說他很重 配著油有點像 對對對 OK 可以嗎 流雕三重豆已經吃完了 非常棒 光盤計畫 試吃 試吃這邊 只要然後噴這邊有事情 所以從這個專業的試吃 只有他先有拍到 哈囉 我們那個 整個那個流雕的試吃 非常的完美 當然有搭配其他的套餐一起吃 然後那個流雕 這樣試吃下來 我覺得真的是熟成有他的必要性的蛋 OK 好了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記得打開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發布訊息 阿貴手足的樂園呢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